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正在和您直播的每日文艺播报 我是陈阳 那今天呢是国际残疾人日 就在昨天歌手那音和北京电台的小雨姐姐一起来到了北京盲校的礼堂 和那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庆祝了属于他们的节日 我说娜姐你家穿什么参加什么活动 这不应该是孝文我来介绍的吗 你这把台词都说了让孝文我说什么好呢 不过话说娜姨这一番话 倒还真不是像这电视机前的各位所说 而是为了给台下试谋试弱的小朋友们介绍自己 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不输 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 就这样被你征服 唱歌的时候尽可能的就是把那个歌词你给我记住了 你别学我啊我就记不住歌词 对我怎么觉得你也有这希望 就这样被你征服 加油加油 和夏丽藏好的毒 我的爱恨已如同 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 两天以前吧 两天以前就听老师跟我说了 哎呦特别激动 两天没睡好觉了 没想到吧 在这群特殊的孩子中间那英也有着如此高的人气 对于为了庆祝国际残疾人日而从北京盲校农儿学校北京陪志学校三校汇聚而来的同学而言那英最令他们熟悉的出了歌声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而那次发声也是那一专门为了他们而表演 这可真是 饥饥富饥饥 木兰当虎之 因为那个木兰从军从此我就惦记上了 因为他总给我发微信就说老友赞扬我的那个那个听众 我就着急 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接下来再讲几个故事 今天我们家俩孩子还说要跟我来呢 结果他们上学 上学没请假 就没来